成功人士,99个处事细节 第九课,追求金钱和利益不等于俗气 面对金钱利益,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许多人却装作视而不见 他们总是耻于严厉,修于真理 因为观念上的错误,行动上的无力 致使在看待利益时便存在着思维上的障碍 漠视和丑化利益行为 在争取利益时又存在着行动上的障碍 不懂获取利益的方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利益溜走 想不开的当然会生气,抱怨 而想得开的也不过是以精神胜利 道德优越,了以自慰 争取利益并不是坏事 毫无原则地放弃正当利益也绝非是善行 懂得利益的本质和利益的获取 不仅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对社会进步也将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钱,人皆有之 但却又都不服使用 缺钱时满腹怨恨 来钱时举手欢迎 人们厌恶谈钱 可又天天想钱 金钱是经济的血液 交换的工具 成功的手段 威力的象征 权势的标志 它可以医治病人 又可以使人生病 它可以救死扶伤 又可以使人丧命 它有时静握不动 有时又四方流通 有时大量繁衍 有时又销声匿急 它可以腐蚀人的心灵 又可以提高人的地位 还可以转入他人之手 它既受到赞赏 可又相当肮脏 人们把钱甩掉 可又对它梦寐以求 或者把钱藏在隐蔽处 可又喜欢显示自己富有 人们浪费金钱 挥霍金钱 蔑视金钱 可又崇拜金钱 金钱就是财富 无人不再积累 人们诅咒金钱 摒弃金钱 可又羡慕金钱 企业家把自内心的情感 竞争的后果 事业的成败 经受的挫折 胸中的报复 以及许多积怨 与金钱连在一起 夜深时刻 金钱疏忽站了起来 摆开架势 居高临下 闪闪发光 它既能资助人 又能叫人不堪重负 这是一尊梦幻中的神 人们祈求它保佑 又害怕它降临 金钱 我们把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 都归咎于它 使它成了替罪羊 金钱 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方便工具 人们给它涂上了种种感情色彩 它是衡量一切的尺度 成了人人追逐的目标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经济不如快车道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人均收入 均成倍的增长 在这样一个富裕社会里 你一定要懂得赚钱 也要懂得用钱 赚钱是创造财富 但要取之有道 用钱是享受福报 但要运用得宜 要注意 不被钱所误 要当钱的主人 不要当钱的奴隶 追求钱可以买到伙伴 但买不到朋友 钱可以买到帮手 但买不到知己 钱可以买到婚姻 但买不到爱情 钱可以买到娱乐 但买不到愉快 钱可以买到药物 但买不到健康 钱可以买到美食 但买不到食欲 钱可以买到服从 但买不到忠诚 钱可以买到床位 但买不到睡眠 钱可以买到珍宝 但买不到美丽 钱可以买到书籍 但买不到智慧 钱可以买到谄媚 但买不到尊敬 钱可以买到权势 但买不到威望 钱可以买到劳力 但买不到奉献 钱可以买到暴力 但买不到仁慈 钱可以买到良药 但买不到忠言 钱可以买到屈翘 但买不到灵魂 钱可以使你富裕 也可以使你空虚 钱可以使你成功 也可以使你一败涂地 捡来的钱 使你用之不安 偷来的钱 使你做贼心虚 刘汉赚的钱 使你幸福坦然 集资的钱 使你力量无边 援助的钱 使你感到温暖 奖励的钱 使你加倍实干 诈骗的钱 使你心惊胆战 索要的钱 使你惯于身手 抢得的钱 使你扪心有愧 色情的钱 使你满身羞耻 节省的钱 使你美得璀璨 受贿的钱 使你贪得无厌 贪污的钱 使你灵魂糜烂 挪用的钱 使你有戒难还 恩赐的钱 使你变成懒汉 多收的钱 使你面成愧色 继承的钱 使你不知珍惜 钱是生活之必须 又是万恶之根源 就看你如何驾驭 有人说 钱 那是唯一的阳光 它照到哪里 哪里就发亮 它没有照到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 这是把金钱的地位 抬得过高了 神化了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 避开金钱的诱惑 熏染 我们可以看到 大片大片阳光明媚的土地 看到金光闪闪的幸福乐园 而一旦被金钱遮住双眼 反倒会觉得 眼前一片黑暗 以下是追求金钱的六个原则 1.数字心态 也可以称之为零度心态 也就是说 面对金钱本身 既不能有情感的介入 也不能有思想中的因素干扰 否则 你可能获得的金钱 会大大减少 因为它要为情感和杂念付出很多 对于礼仪之帮的中国人 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2.勤奋细致 金钱不纯粹是智力的结晶 它需要通过辛苦的劳作去获取 金钱的数额是以 1这个数字作为数量级的 对1的态度 最能体现一个渴望致富者的赚钱意识 并强烈地预示了它的前景 赚钱的事业 最忌讳的是妄想和奢侈 3.以小换大 这是一个交换规则 是指以小部分的付出 换取较大的利润 这没有什么不对 试想 如果一个人做生意付出和获得对等 谁还去赚钱 谁还能赚到钱呢 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想赚钱 你首先必须付出 如果一个人只想赚钱 不想付出 赚钱对他只能是一场梦 强烈的欲望 在这里不是贪得无厌的意思 而是指追求的强度 没有赚钱欲望的人 对金钱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追求的人 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4.懂得钱如流水的道理 有句话说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还有句话说 钱如流水 这些追求俗语 还真的说对了 金钱确实流动如水 他永远在不停的运动周转流通 在这些过程中 财富就产生了 像过去那些土财主一样 把银子装在坛子里 埋在房积下面 过一万年 还只有这么多银子 丝毫也没有增值 5.共同发财的胸怀 一个只想自己赚钱 丝毫不顾忌别人 甚至嫉妒别人富有的人 很难获得金钱 因为他在未获得金钱之前 已经丧失了人格 连人都不是了 怎么还能谈到金钱 6.不能把金钱 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 不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一个人拥有金钱的数量 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这个成功的程度 但他不是做人的唯一标准 因为 尽管人的生活需要金钱 谁都得想办法赚钱 但是 每个人生活的重心毕竟不同 即使他 本来就是一个以 赚钱为业的人 虽然他拥有的金钱数量非常多 但是他也许 还有另外一些更优秀的方面 所以 如果把金钱 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 其结果 第一是容易伤害人 第二是 自己会误入歧途 最终走向一条悲惨 而无助的道路 要懂得精神与知识的重要性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 在商场上 绝对只会是昙花一现 一句话 想入前门 先过人观 就个人而言 不去争取应得之利益 会有以下后果 第一 使自己的生存能力显得不足 我们都是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的平凡人 我们要活下去 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障 没有这些东西 或者获取不足 生活就会出现困难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道德正义感 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肚皮 咕咕叫的问题 如果你修于真理 使应涨的工资未涨 应分的房子未分 应生的级别未生 势必会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并且 这种影响往往并不单单 涉及一个人 其小机体的其他成员 特别是家庭成员 也将跟着受害 第二 对自己事业的长期发展不利 我们有理想 有抱负 有公正心和正义感 这很值得提倡 但千里之行努于足下 万丈楼台平地起 通往理想的路 就像是登山的石径 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攀登 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做积淀 如果你修于真理 就等于是少登了一个台阶 而有些时候 少登一个台阶 就会错过一系列的机遇 这样少登一个台阶 事实上可能就相当于 少登了十个 甚至是上百个台阶 无疑 这对你的事业的长期发展 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 自己该得之力而未得到 会影响心情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自然要感到恼火 窝心 生气 烦闷自是不可避免 这当然要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对身体健康也颇为不利 可见 修于真理 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种利益 它会有一系列的负面后果 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而从对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种不争之举 其实是助纣为虐 有道德之心 而生非道德之果 正所谓剥下的是龙肿 收获的却是跳蚤 不争应得之力 凡使不应得者从中获益 这是对恶的一种纵容 客观上造成了助长不正之风的结果 不争应得之力 会使不公平的行为 逐渐演化为不公平的规则 世界上并无绝对的 天生的规则 一切有关人类行为的规则 都是从人们的相互交往中演化出来的 也就是说 当同一种行为一而在 再而三地发生以后 它就会变成一种具有习惯性的行为模式 这种行为模式 在经过长期的大范围的实行 就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则 对人产生外在的强制力 不去争取自己的应得之力 而不应得者却大得其变 获利甚丰 这就构成一种行为模式 在以后的类似行为中 可能仍旧不能获得自己的那部分正当利益 而不应得者再次从中获益 久而久之 不正常就成了正常 不公平的东西 则固化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 这样 你的忍让和退缩 就不仅仅是一种不利于己的行为 而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行为 自然 在这其中 你将成为更大的受害者 这就需要我们 对社会运行的真实现状 有一个客观的审视 可以说 现实并不理想 因为人本身就充满了缺陷 无论在什么时代 什么地点 社会上总存在着大量 超出正常状况的 争取私利的情况 并且 他们往往又能取得成功 这些现象 从短期来看 是不道德的 反进步的 而从长期来看 又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动力 因此是难以根绝的 现在 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或群体 它可以彻底贯彻 某种公正的原则 追求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 该怎么办 是忍气吞声 还是奋起一搏呢 当然 是要扼腕而起 坚决捍卫 绝不无原则地 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 应该冲破自己的那种 僵化静态的道德观 真正认识到 确保自己的分内利益 是每个人都应承担的责任 它不但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 对社会公正法则 也是一种切实有利的支持和维护 只是盯在一世 异形的道德上 那只是小道德 而使自己行为的后果 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方式大道德 真道德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做弱者 不做牺牲品 敢于去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 那么 坏人就会无利可征 无实可夺 无稽可撑 无利可图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 假公济私了 也只有这样 我们的天下才会更加太平 社会 才会更有秩序 老百姓才会活得更加心情舒畅 可以说 确保自我正当利益的实现 就是对社会的一定意义上的奉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